欢迎收看地球王金线 我是Jerry苏宗怡 今天我们要来谈论的是在今年 台湾车市里面万众瞩目的一台车 Lexter的N7 因为这台车国产电动车的身份 它肯定在台湾的汽车史上 是不能不被助记的一台车 当然消费者更加关注的是 它的质感 它的配备 它的科技面 它的价格 它是不是很有竞争力 甚至于它能不能够 让人人都买得起 这些确实就丰富了它的面貌 那今天来到地球王金线 我们会好好的来了解它 因为一开始大家都知道 已经接近万张的订单 今年的三月底 应该就可以开始首批的交车了 我们现场有好几位准车主 一先来问问大家 当时决定要买自己选的规格 以及看到实车之后 甚至也试驾之后 真实的感受如何 Eddie哥 我那时候觉得 这个99万9是一个亮点 再来就是 在购车经验中 我觉得最能够体会 这个原厂在地支援服务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进口车 这进口的电动车 就是一切有状况都是 等原厂回复 对 那现在这个 就属于国产的 它没什么原厂回复的事情 都在台湾 所以我想看一下 这个实际上用车 跟这个售后服务的状况会如何 所以我才就选了订了这个 纳智杰的车子 那小七 你也是订了嘛 对不对 对 当然我要订这个车 有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个是情感的因素 第二个是实际的因素 那情感的因素 因为本人是 纳智杰的创始成员之一 所以有纳入新的时代 这个店的时代 我一定要买一台 那再来 第二个就实际的方面 当初这个 我跟心吴哥一样 99万 其实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纯电车这么大一台 卖99万怎么可能 老子就给他订两台 那个时候 一千块的时候 我订了两台 后来转一万块订单的时候 考虑了一下 还是买一台就好了 而且那时候你们买的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五人纯粹版 99.9万 真的就是早鸟优惠价 是的 再来就没了 前两天我接到 我的销售顾问给我电话了 他说曾先生 你要准备汇款了 我说汇多少 他说98万8 为什么 98万不是车厂给我一万二 不是 是我交了一个一千块 又交了一个一万块的定金 所以要扣定金 要扣一万一 所以真的是99万9买到了 好 那如果你现在再要买五人纯粹版 要109.9万 所以当时 行动立刻就 真的行动的朋友 确实你就先赚了第一波的价差 对不对 那小青你打算要长期持有吗 还是你们就 一买来立刻要进行长测 我们当然是进行长测 原则上长测的车都是半年或一年 但这台车 是后续的状况 我觉得可能会稍微留久一点 或许就留下来了 也不一定 那大维哥您现在已经是电动车车主了 再看到这样的国产的电动车 然后端出来的价位规格 你怎么看 我觉得刚刚就从刚刚两位来讲的话 我觉得纳智杰啊 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成像起风了 为什么 因为纳智杰在过去来 大家对他都是抱持一个期待 后来到后来的确是像小西刚刚讲的 有点怀疑 为什么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 纳智杰的确他的销售量掉到一个史前的这个新低啊 你看他从20年以后 19年的 就等于是他们现在的这个董事长成立联接手之后 纳智杰其实状况并不好 从5000台4000台3000台到最近前两年的 都是不到3000台的这样 整个品牌的销售量 你说这样一台N7要推出来 是多么重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他是翻身之作 假如这枪打响了 他对纳智杰 对这个红华对什么 都是一个正向 而且就像刚刚这Andy也讲 这台车是从头到尾都是台湾自己 国人自己开发的 所有东西 你说即便有用到国外 但是都国内设计整合的 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台N7我也试驾过 我觉得哇 这部车子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用这样子一个价位 我也想骑他同价位来台湾 介绍今年要有很多国外的新车要来台湾 电动车 我觉得他们真的在国内会碰到一个很难缠的台湾对手了 因为他们自己 其实当然我们有发现N7已经有挂牌 当然一方面是有试诚说 二方面是其实他们内部包括高层 现在大概常常开 他们好像自己在找茬 对 他们等于就自己 我觉得颜凯他当年在做纳志杰的时候 他也就这样子 他也有很多豪车 但是他也自己下来坐这试车的时候 但是在这台N7上面 他们全员也是从左思生董事长等等 他们都下来自己开 包括陈利林 他也自己也体验过 我觉得他们就把自己的心 他们的所有的 就是说对这部车期待是这么的高 而且他们是以他们自己以身作则 我把我自己的坐车等等的 我甚至也惯了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取代 所以当时订车的朋友们 我觉得他又守处那个 讲的百万内的这个承诺 那现在呢 第一批要开始交 假设他真的一个月要充这种一千台的交车量 那大家去想一下 他真的一批次出来的时候 他要怎么叫车 他可以赶快把它交出去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那现在我们就从车子本身 设计啊 质感啊 还有就是真正看到它 我觉得比照片上要帅 你个人觉得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实车 其实它就酝酿了蛮久了 我们从2022年看到到去年 Pu4O到今年就正式让我们媒体开到的车 的确外观上我觉得就脱胎换股 非常帅气的一台的造型 好 那我们从前天开始看咯 因为接下来他就要在路上出现了 是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 其实以现在比较正式官方公布的 编程的价格部分 那如果你现在来说的话 五人座的纯粹版是比较入门的 现在是109.9 然后今天来的是五人座的 算是顶规高规的 就是亮点 要贵20万 129.9 那另外还有一个 5加2 七人座的版本 也是亮点要再贵5万 134.9 那今天来就是五人座的亮点版 那大家一定也很好奇 想要知道一下多数人选的 我想应该就是五人纯粹版 对不对 对 我最后一次跟他们 update资讯 他说反而是五人 当然还是纯粹版是很多 大概稍微降了一点 六成 那亮点有稍微多 那原本也预期的 七人座的亮点版 也会有一定比较 也有一些又靠回到五人座 我们等一下会分析 所以 为什么会有这样 也就是说 很多朋友可能 你在比较配配之后 突然觉得说 没关系 我多加一点钱 可是他现在就是一个 大满配的状态 我会觉得更满意 如果以五人座的话 对 就像中文你讲的 这个配备的确是最丰富 但是他的蛮微妙的是 五座跟七座的 空间的感受呈现上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是不一样的概念 好 我们从前点 然后等一下侧面 再来看看他的尺码 因为我觉得 真的是空间很好用的一台车 前面大家看到 Luxgen的这个品牌的logo 我个人觉得 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非常好看的 就是现在比较fashion 时尚的一个设计 智慧式的 然后说到造型的话 我觉得 每次介绍到N7 我们还是要稍微 跟观众厘清一下 它的来龙去脉 就是从鸿海跟玉龙的 这个划创 鸿华先进 开发设计这台车 然后玉龙三一来做制造 然后到今天的 第一个正式的量产品牌 Luxgen 那其实听到这样的一个 来龙去脉 你就会知道 Luxgen的过去 直接联想是玉龙 你上 所以你会甚至看到一些 GTR的空力诉求 在今天的 其实是家庭用的 一台ESO 但是它还是把它 运用在上面 我觉得或许 对未来的 Performance的版本 有一个铺路 或者是它为了造型 当然这些的空力 不是为了帅 是为了真正的续航里程 它像有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以前叫Nakata 它叫Esta 就是从你的保感 引擎看 其实这边有进风 然后这边再出来 然后让你的车头更稳 它是真的有孔洞 真的有打空 等一下开引擎 再给大家看的话 然后它下面也有一些 现在欧日系很常见的 这种主动智慧的起壁 然后不然这个侧边 也是贯穿的Air Curtain 就让你整个的空力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诉求 有一定的 很好的表现 因为如果讲电动车 我们一定会考虑到 就是你的整个导流的设计 然后你怎么样 降低你的风阻 因为这些都跟 续航里程的多少 还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就把车头打开给它看一下 那前方它有置物空间吗 对 它有 我们打开就会看到了 基本上有一个 我觉得还算不错的一个是 我们看到它其实在车头 我们俗称的引擎室里面 就有一个36公升的 置物的空间入量在这边 就可以看到 其实能够装东西这件事情 大概是很多电动车主们觉得 应该要具备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用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它空间其实很棒 这个前面可能用一些 可能买咸酥机 对 就是你觉得有异味 不想要影响你车室内的 或是比较潮湿的东西 不想弄脏的话 我觉得这个前面是很好收纳 然后我们刚刚打开过程中 我先这样把它拌开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我们刚刚形容的 这个SW 大概就是这样的逻辑 它从这边进去 再从这边接的这个地方 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吧 有一个真正的空力的效果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一个 很好的兼顾了美形 以及空力诉求的 是 然后你看旁边这里 衔接着它的头灯 我觉得就是 前脸就是那种 我觉得张力很够 对 那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 就讲到边城的差异 毕竟纯粹跟亮点差了20万 那其实这台车有一些特点 从前面可以看出 它在我们讲的这个 感测雷达的部分 它基本上亮点板是前6后6 那入门的话是前2后2 所以是4跟12的雷达差异 那其实这也是未来 它们车会再配合车机的OTA 它的目标就是要达成像 可能有些电动车品牌 有这种哨兵模式 或者是用APP 手机钥匙 去做车的移动的遥控 都有多了这些硬体 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 想要享有这些 未来便利的功能建议你在选车的时候 可能就要选高规的 对 因为这些都可以 透过后期的OTA去达到 但你前期的布局要先有 是的 对不对 这确实在规格上有些差异 的确 然后我们再看到了 胎圈的部分 那应该也要走很电动车的导向吧 的确 因为我们一再都讲说 轮胎对于电动车很重要 一方面就是它有几个重点 因为电动车 马达的出力直觉扭力很大 所以轮胎的耐磨性 再来电动车没有了引擎的噪音 所以竞速性 噪音会变得很清楚 所以你轮胎滚组要很好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讲的滚组对于续航 等等都会有理解 所以它是专用胎吗 对 我们刚刚在试测的时候 有特别看一下 基本上我们就讲 这是台湾的第一台 国产电动车 很感动的是 它连轮胎这样的一个部件 其实也是有Britestone的 Made in Taiwan 然后甚至在轮胎的旁边 你会看到一个小车 上面也插了一个电池 是 就是for电动胎 专用的一个规格 那就会有我刚刚讲的这一些 电动车胎的相关素材 然后看一下规格 225 55 18 18 然后它也是 以今天亮点版式双车缺销 那纯粹版的话 会做一个黑化轮圈 稍微不一样的造型配置 这形也还不错看 还不错 对 然后再来看到的话 充电孔 充电孔 那这边有一个四个点 按下去以后打开 它直觉就告诉你了 ACDC 那也是目前国内最主流的 这1772 CCS1的直流 然后基本上原厂 虽然没有公布说 它的最大的一些 充电功率状态 但经过一些 我们测试之后 可以知道 它大概绝末 你如果在DC直流电 最好的情况下 大概可以抓到135千瓦 这样的一个充电功率 然后官方公布的数据 是10到80%的充电 大概是30分钟 那它的续航里程 续航里程 505 对 它的公布是505 你如果妥善的利用的话 我觉得跑个 350到400公里 是OK的 我们等一下会再来看 它的动能回充 对 懂模式 对不对 还有 有没有段数调整 我们补充一下 就是充电 我觉得这台车 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就是我们在试测的时候发现 当然现在电动车 已经在台湾发展了 两三年 比较普及了 那我们以前试测就很麻烦 试Audi 你要下载Audi 试Toyota 还下载Audi 你有很多要 对 那现在陆续 大家都在做整合了 譬如说 福士集团 他们要整合 他们自己家的 那Last Gen 就整合了国内 大概七大业者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就是 它有像U-Power EV OSS的水擦即用 我那天试车 我就在想 我现在我加我的油车 去加油站 我自助 我还要输入信用卡号 然后再插入枪 等它 大概要一分半 就充电比我去油车 因为你只要充电枪 插上去就可以了 它直接hand shaking 辨识你的车 是认识的车 直接就充电了 我觉得这个水擦即用 应该是未来的标配 没错没错 而且这个等于是走在 比较进步一点的 这种概念上 对不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车型尺码 大家有没有觉得 它很大板 因为它有将近 4米7的车长 我觉得今天现场 很好的一个sample 对面是土上鸟 它也是中型SUV 但是你会发现 油车的中型SUV跟电车 出来数据是截然不同 很大落差 大概车长都抓在 4米65到4米69 这一台是4米69 那一台是4米63 虽然它是土上鸟 但毕竟是中型SUV 但问题来了是轴距 你其实从车的侧面 我们常常讲前旋 对 就是这一段 特别短 你发现它特别短 对 所以它拉出来了一个 2920mm的轴距 土上鸟我查了一下 大概才2米7左右 对 所以差了接近20公分 所以这会影响什么 肯定是你的乘坐空间 对 你的乘坐空间感 还有你的开阔度 每个人坐进去的 舒服的感受 就会不一样 那我们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是不是就看一下后座 直接看一下后座 我在试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老实说 土上鸟 CRV 后座已经让我们觉得 非常棒了 很棒了 中学 那你看一下N7 我们刚刚讲了 这样的一个2920mm的轴距 实现出来的话 5座它的座位 又比7座放得比较后面 它是固定式的 然后7座的话 因为它会有一些调整的功能 预留给后排 所以它在5座就坐得比较后面 7座的话 你到时候去展间看 或者你未来买 的话你会发现 它的固定点是比较前面 是 那5座的话 可以请诚姐坐坐看 好的 大家有会发现 它的椅面还蛮深的 就是我现在这样坐着 如果我这样 可能大家会觉得 大腿略略一点点腾空 但你如果不是这样坐的人 你都会发现 你会有一个比较放松的姿态 对 是不是大腿承托还不错 脚往前摆 更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如果真的要讲 这个 哇 膝部空间很好 上方大面积的玻璃天窗 开阔感特别好 还有一点 我刚刚就在想说 后面也配了独立出风口 也配了两个 太不记得充电口 那肯定你手机怎么放 你一定放这里 但是呢 它有一个地方 要是女生会注意到的小细节 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接线 它里面两边 各设计了一个暗带 是手机带 这个你没把它打开 你还发现不了 其实我觉得小地方就是细节 这个就是很贴力气的设计 你当然这样放也可以 可是如果是我 我就觉得这样子 那我就更清楚明了 有个空间 然后你可以规制 是不是也很棒呢 然后中间这里装扶手 也有制杯架 所以大概你想要的 舒服的 乘坐的感受 开阔度 在后座 我觉得感受是很明显的 电动车的优势就是这样了 对 尤其是这台我们感受 尤其是平原式的 这样的一个后座 整个的空间感 甚至我自己的身高180 我坐后座 我还可以敲耳朗腿 是OK的 就很不错 非常长的一个空间 不要说男生女生都可以 对啊 就很大的空间 自米漆的尺码 可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就是很棒的一种空间享受 好 那我们继续再往后来看 还有看到 就是这一段 我们刚刚每个人都在 品头论足 对不对 总觉得 看起来 蛮像 很经典的一款 欧系修旅车 的确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对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造型 我们刚刚讲过的尺寸 那其实今天来的是 白车跟黑顶 它也算是 现在亮点版 你加价一万五 它叫一个 凸痛的一个 永咒白的配色 那你在一般的纯粹版 就不会有这样的配置 那我现在先拿一下 它车内的钥匙 我们等一下可以 示范给观众 看看它的后尾箱 还有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弧度 我个人是觉得 它又兼具了实用性 也兼具了一个 好看的线条 的确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 它是有七人座的版本 所以它的后箱 不可能做得 像有点coup这样的 它还是维持了一点的 这样营造给 这个未来七人座的空间 然后整个尾灯 你看它从侧面 衔接的贯穿式 存在感很大 贯穿式也算是 亮点版专属 那纯粹版就是一个 黑色的贯穿的 试板在中间 然后它的车尾 也跟车头一样 一个呼应 很简单的一个智慧 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我的钥匙 是拿在手上 它也有这种nsc卡 也有一个蝴蝶型的钥匙 这样的造型 那其实它的示范的功能 就电尾箱们 我觉得到这个集局 一定要有 但我印象中 这个应该算是 国产车第一个 有感应式的 它不用再去踢了 那过去韩系车 靠近就可以吗 就是我靠近 譬如说我今天搬了东西 靠近大概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 它开始闪 大概三秒 闪三下的时候 它告诉你要开了 它就开了 给你足够的提醒 然后它就开始发挥作用 那在国产车是第一次 全新的体验 是的 然后打开以后 我们看到了 刚刚讲的后座这么大 再看一下的后箱 中型SUV 我觉得像刚刚讲的一些标杆 CRV 可能跟这个有的拼 这个也超过650公升的一个 五人座后面的容量 然后你会看到它的这个 有一些杖板的设计 那其实是属于今天亮点版专属 那如果纯粹版的话 它不会有这两块的杖板 它是分两段式 然后你打开以后会看到 哇 里面 有两个 收纳功能套号 这个也算是一个平整套件 那也是算亮点版 那这个下面还没有讲完 还可以再拆 那下面才是真正 你买纯粹版的时候会是长这样 然后把它拉开 还有哦 各位 这里还有哦 你看就是你该要数 有的这些配件包 对 最最工具 对 都在这里 然后现在都要标配这个嘛 对吧 然后下面除了可以放 很平整 其实其难 我不知道 可能妈妈都更喜欢这种 你今天如果带小孩出去玩的时候 到哪里 我就直接把它搬出来啊 小孩的东西 我就放到玩具什么的啊 然后你们衣服脏了 没关系啊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 反正好清洗好擦洗 然后又不怕脏 还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对吧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这样放啊 我觉得很好耶 对 然后它的平整化 像我们刚刚讲的示范完 你把它恢复平整 那其实我到后排 把座椅再打平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觉得车破 车破是没问题的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它有没有露营模式 它基本上有所谓的车机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它有露营模式 宠物模式 它有V2L V2L在我们刚刚讲的ACDC插座 也有一个转接头 就是一般的做法 它都对应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车 其实一般现在大家想要的 电中的功能 国产车上几乎都看到了 好 谢谢请来 那我们来看到了 而且大家觉得呢 外形 目前看到的所有的规格 是不是让你觉得确实端出来 是蛮有诚意的一台车 谢谢请来 接下来 Eddie哥转车组 跟我们一起计车 好 车内一样 Luggen新的识别标志 我觉得确实质感就是有提升了 然后再看看它的 座舱布局 既然要讲高科技 然后实体案件确实 就大量的减少了 Eddie哥 中间这个最醒目的肯定就是直立的 15.6寸的大萤幕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电动车大概一个方向 其实连宾室都已经走中央大萤幕的配置 证明这个数位调整 跟数位的便利性应该都在 现在的设计的观点之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环顾一下座舱 的确 终于有说到 其实实体案件变少了 但是这个雨刷 还是实体的 然后右边这个是档位 它必须差点重一点 然后就可以进行档位的调整 再来就是看布局 12.3寸的荧幕 那再来就是电动车 其实数据都很简单 因为不像油车一样 还有一些警示 它其实就是数据 续航 也许是这个收音机 再来是 你注意到这里有没有 这个是 One Padal 对这个就是利用 这个方向盘上面的 左右模式 它可以切换 这个动能回冲的等级 所以这是一个 很方便的做法 左边这个加号 就长按就是One Padal 所以可以选择 不同的模式来操作 那也很直观的来操作 那这边有个快捷键 也可以设定成 你要的这个快速 就是模式 就用这个作为 模式的选择 Normal Sport 螢幕都会显示 第一次看到它的界面的时候 我觉得一目了然 对 你想要有的 你看包括你现在车子本身 你头灯本身 然后Dino尾门要不要开 还有一个防盗座椅 也是Luxian 独家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车子上锁了 它的椅背呢 会贴近于你的方向盘 那 起坏念头的人 它就无机可乘 好不好 然后再看到这里 这些加号就代表说 你可以去建立我的最爱 然后一样有Apple CarPlay Enjoy Auto 然后在这里 是我自己最想要的 又有宠物模式 又有录音模式 对 没错 还有一个 它有提到一个 维持 就是说你在车上 假设你要离开车子 但车上其实有家人 它可以坐在后座 它其实不需要做什么 你用维持的状况 它就会把现有的 应该说空调都维持住 那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 你看它有个界面 就如果有人靠近来 觉得好奇怪 你车子有人 但是没有驾驶人 它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做一个告知 再来就是模式 我们来有一个宠物模式 那一样 好可爱喔 在他的中央萤幕 还出现了一只可爱的小猫 他们说是白天是猫 晚上是狗 所以日夜会有不一样 然后这一样 就是它有提到嘛 电量低于20% 就会退出 也保有你这个续航力 跟再行驶的能力 再来就是录影模式 然后一样 它会再一样 它就是有一些 功能可以启动 最好我们其实在 电动车在录影的时候 是希望有空调 调温度 你在睡的时候 是有个舒适的温度 可以调整 那这个时候录影模式 也可以提供 这样子的持续使用 而且它真的都在你 电量低于20%的时候 它会自动退出来 也就是说 它在电池管理的部分 它还是要帮你 做一个把控 是 对吧 所以你这些模式 都可以用 那它有一些必要的条件 是希望可以兼顾你 接下来的通行的可能 那下面我们看到了 包括了它的双前座 是有通风加热吗 你可以把这个通风打开 是通风 通风 对 没错 所以这就是一样 是这个配备的一部分 我们再来看回到这个原始车辆功能操作 充电 它有一些充电的 这是你目前车子的状况 也会做一些统计跟记录 然后再来就是充电的设定 它可以设定这个充电上线 不过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的电量是满的 假设你现在电量是30% 那我就可以说 那我要充到多少 对 一般来说我们都设定在80%左右 对对对 没错 对不对 现在因为我们电是比较满 所以没办法做操作 必须电下来以后再来操作上线 这是一个设定 也可以设定离风充电 对排成 你可以什么时候开始充 然后像这个手机闹铃一样 周间假日 这个频率都可以 或者是这个离风充电 你设定一个离风时间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它都可以做这个设定掌控 所以其实还蛮好 那刚刚讲充电上线 你可以充到80% 都可以做这个 应该说规划性的充电 只要 但是关键是你还接上插头 它就会自己依照这个时间设定来跑 再来就是一些辅助的 辅助驾驶 对 你都会决定要开要关 对决定要开要关 然后有一些 一兵座椅的 它就会后退 你好上车 都在这边 然后还有这个 我们讲方向灯闪 切换 切换完车道的时候 方向灯你闪太少 的次数 这个啊 会被罰 我觉得真的就是 台湾自己的品牌 因应台湾法规 我们就很知道 你怎么样接地气 就是 我真的 单次操作 对 闪烁频率要几次 建议大家都开7 因为你知道 就是有时候 后方会不会监控你啊 假设你闪的次数 再变换车道 你闪不够 我检举你 好抱歉 N7不会让你 抓到这个时间 是的 好不好 就很有意思 如果你以129.9万 来看今天的 这个五人亮点版 有没有达到你心中 大满配的标准呢 因为安全上 我觉得也很够 对不对 相关的辅助 或是规格 对 终于我要再补充一个 就是 Luggen身为 应该说国产品牌 它有一个独门秘技 我们之前提过这个 AR扩增实镜的 这一个应该说 透视底盘 透视 那我们只要这个 行驶过的路线 我现在测试 好 我先把门关起来 我们来先讲一下 它可以各面向的 选择摄影机的角度 这一个一般来讲 都是别的牌子 都是模式切换而已 比较不是 可以单选角度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但因为我们现在是因为 摄影机的关系 我们的有一个门 是没有完全紧闭的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还可以展示一下 它部分的功能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开始录这个 过程实镜的底盘的 image 安排了一个小的地板 侧型牌 大家有看到地球网金线吗 侧型牌 对 所以我们在 你看现在在行驶 就看得见这个侧型牌的位置 所以它其实是录下了 你的地面有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 独步于其他品牌 而且你在这个山路上 或者是在比较崎岖的地形的时候 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设定功能 因为除了360度看 鸟看以外 它连底下都可以预录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不错的一个技术 好 看到这里 我觉得又有level 2 然后标配七庆囊 这是补充说明的部分 然后其实大概很多预定的车主 你看现在有将近万名了嘛 就期待着交车 然后期待着 自己拥有第一台电动车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说实话 电动车是大趋势 也不是所有品牌 都义无反顾的做 我们等一下再来聊一聊 为什么apple 你让它砸了那么多钱 但终究它决定 我要转向 我的apple car不做了 稍后续聊 地球网机线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 Toyota的全球 这是树立项 我们现在自驾 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踩下油门 地球网机线 邀您一起上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